因为大批的记者手里都是拿着长短大小不一的相机 真正的是长枪短炮大团队 所以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好奇 在想到这些记者到底要去做什么呢 于是很多的游客和村民也跟着一起上了四合院 四合院里面 杨如柳已经带着森林治安人员和动植物专家在那里了 何嫦娥按照之前无凡的交代带领他们来到后院 说道 这就是我师父昨天跟杨菊在野外发现的两只白雕 当时有一只受伤了 是我们用草药把它治好 然后把它们带回来 当时要是不带回来治疗 受伤中的那只可能会死掉 回来后 再上药 过了一个晚上就恢复了 好 谢谢你们了 你这是今天发现 救护了珍贵的物种 几个动物专家看见白雕后 双眼明显一亮 一边说着 一边赶紧过去 不用客气 我师父说了 一定要联系 你们这些专家来验证这是不是白雕 同时也要联系森林治安人员 免得你们到时候说 我们是私自猎捕珍贵野生动物 把我们抓去坐牢 何嫦娥意味深长地说道 哈哈 不会不会的 你们立了大功呢 我们要表彰 怎么可能胡说呢 虽然我们平时也许执法太严 给人一种不近人情 甚至是没有人性的感觉 但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呀 而且一定会分清楚是非对错的 森林治安人员和动物保护专家 一脸尴尬地笑道 是吧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我师父老是担心的吃不好 喝睡不着 那你们仔细看看吧 我们治好了它 待会放生了 我们也就彻底了结了心愿 何嫦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专家和森林治安人员 赶紧激动地走进白雕 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那对白雕 展开他们雪白的羽毛看了看 还抓住他们仔细地看爪子和嘴等部位 然后非常肯定 兴奋地说道 没错 没错 这就是白雕 真没想到传说已经灭绝的白雕 竟然能在我们桃园村发现 这一定会引起极大的轰动 这是整个动物界的好消息呀 是白雕就行 待会我们放生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现在记者马上就要到来了 旁边的杨乳柳说了一句 好 这种事情就是要宣传 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怎么样去保护野生动物 搞得好 野生动物专家对杨乳柳和何嫦娥 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他们又说道 我们要出一个证书证明 这两只就是白雕 然后拍下他们的视频影像资料这些 做好详细的记录 再放生 好 你们忙就是吧 我们这边也要做一些事情 一个森林治安的负责人 在旁边说道 紧接着 动植物保护专家 还有森林治安人员 都在紧张地做着两只白雕的记录工作 毕竟这可是世上唯一发现的两只白雕 是传说中已经灭绝的物种 现在要把它放生了 肯定要留下影像资料 而且要无懈可击 免得人家说是造假 上午的十点 在四合院门口简易地搭起来一个台子 新闻媒体记者已经在那里围了一个大圈 各式的长枪短炮都已经架好 只等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 同样的 桃园实业公司的新闻发言人周沙 首先走上了主讲台 他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 说道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的到来 其实我们之前在体育馆已经见过面了 但在这里 我们要见证另外一个奇迹 当然你们现在可能也还没猜到 我也不明说 现在就由动植物保护专家来主持这个仪式 大家欢迎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过后 一个动植物专家走上主讲台 他脸色通红 激动的声音都有一些颤抖 说道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有请我们的主角闪亮登场 刷 刷 记者手上的镜头马上对准了这个专家手指的方向 他的话音刚落 何嫦娥就带着一对大白雕从四合院里面走了出来 何嫦娥一直在蓬莱仙岛生活 真正的天生丽质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仙女气质 而两个雪白的大白雕也有如天外之物 气质高雅 走路稳重 有如大家闺秀 这种组合 无疑是非常震撼的 迅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一方面 这是一幅绝美的画圈 不管是美女 还是白雕 都是难得一见的有物 另一方面 大家也非常好奇 那就是这两只和美女差不多高的大鸟一般的动物 究竟是什么呢 桃园的村民有不少骑士已经见识过了白雕 因为昨天白雕回来 四合院的人都知道 然后传到村民耳中 村民也非常好奇 有的早就上来看过 无凡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这些媒体记者和大部分的游客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白雕 虽然他们见多识广 但是这种传说已经灭绝的物种 他们怎么知道呢 所以是相当的震惊 卡擦卡擦 一阵一阵快门声音响起 伴随着阵阵闪光灯亮起 何嫦娥和两只白雕的优美身影就被记者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同时旁边围观的村民和游客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靠 这到底是什么鸟呀 真的是太神奇了 应该属于鸟类吧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鸟 有一百来斤吧 对啊 这么大的鸟 它如何飞得动啊 又是怎么出现在四合院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鸟 你说现在既然这里发现两只 会不会在我们桃源村哪里还有呢 不可能就剩下他们两只吧 大家在那里议论纷纷 两只白雕似乎也明白 这是难得的一个展现自己绝美身姿的机会 所以不但不害怕 还在那里慢慢地躲着步子走过来 气定神秘 似乎想把自己最美的身姿留给这些摄像头 有的媒体记者已经来不及了 配上白雕的照片和视频 然后就发了一个快讯出去 快讯是这样写的 桃源村发现两只神奇巨鸟 详情请看后续报道 很快 整个网络上面都出现了白雕的照片 首先是因为白雕本身就是传说中灭绝的物种 从来没有人见过 所以突然现身 自然引起所有人的震惊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种白雕实在是太神奇了 不光体型庞大 而且全身羽毛雪白 有些傲人走在那里 就像一个时装模特在展示雪白的大衣一样 对于美好的东西 大家都是乐于转发的 再说了 除了白雕经验外 何嫦娥那种不染凡尘的仙女气质 也让很多人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美女 没想到人世间 还真有像仙女一般有气质的女人 不看白雕也看看仙女 所以网络上何嫦娥和白雕 站在一起的照片迅速成为了焦点 在何嫦娥带着两只大白雕走到主讲台 面对媒体记者和围观市民站好后 动物专家还是压抑不住兴奋 激动地说道 请允许我先激动一会 真的 激动到讲话都不太利索了 趁着这个机会 让你们大家猜一猜 看这两只体型巨大 除了嘴和爪子是红色外 通体血白的动物究竟是什么 你们先猜 一分钟后我要答案 猜对了的有奖励 是天鹅吗 不对呀 天鹅的体型不可能那么大的 而且它们的爪子不是红的 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呀 不会是外来生物吧 在我国所有已知的物种中 我还真没有见过 到底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最新发现的物种 就是以前都没有记录过的 媒体记者朋友在那里热烈地议论起来 不过显然 他们说的都不对 因此当一分钟后 动物专家缓过神来问道 你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一番争先恐后的回答后 动物专家都摇了摇头 显然没有一个人猜对 动物专家也不再卖关子了 声音提高了几分 激动地说道 难怪大家都猜不到 因为我们在见到它们之前 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东西存在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它们就是传说已经灭绝 一百多年的珍惜物种 白鸟 动物专家说到这里时 友谊停了一下 显然是要让大家充分体会 白鸟这两个字 果然下面的记者朋友 忍不住又议乱了起来 白鸟 这是什么鸟 是属于鸟类吗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过 有白鸟这种动物 哈哈 我也只是看神鸟侠侣时 看见主人公身边偶尔 会有两只黑鸟 怎么还真的有鸟 而且是这么漂亮的白色 灭绝一百多年了 那就难怪我们都没有听说了 毕竟我们也不是 专门报道动物的记者 这灭绝的物种 我们没有听说也正常 它们是怎么得到的 这两只白鸟呀 在大家议论了一番后 动物专家继续说道 这两只白鸟 是我们桃园警局的局长 杨如柳和一个医生 在野外执行任务 是意外发现的 是在我们桃园村的野外被发现 这是全球唯一发现的白鸟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白鸟这种动物 那我就在这里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白鸟是大型飞禽的一个种类 属于猛禽 非常凶狠 飞行能力强 体重可达100斤 但可以连续飞行几百公里 不管在空中还是地面上 几乎没有对手 因为很少有它这么大的鸟 地面上虽然有比它大得多的动物 但是不像它会飞 所以它们占尽了优势 在几百年前 这种白鸟就像现在的老鹰一样多 随时可以看得见 它甚至也会落地吃家禽等 所以让百姓憎恨 再加上此种白鸟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听说吃了还能长寿 市场价越炒越高 引得古代的人 屈之若鹜的狩猎 有人从小就苦练剑法 就是为了射中白鸟 因为狩猎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吧 这种白鸟的存量就越来越少了 到了清末 就已经没有听说有人见过了 所以相关的文献都是说 这种白鸟在100多年前就已经 绝技是现在世界公认的灭绝物种 真没想到 在我们这里竟然发现了两只 实在是特大的发现 动物专家说到这里时又停顿了一下 显然是要大家消化这些知识 再过了一分钟后 他才说到 这对于我们研究白鸟和后续的跟踪非常有意义 在这里我要代表动植物保护机构 感谢桃园警局的杨如柳局长 还有那个医生 他们两个在外面办案的时候意外发现受伤的白鸟 救马给他们治疗 然后把他们带回来继续疗养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这两只白鸟是被人用自制的逐渐射伤的 我在这里通过各位媒体朋友发出呼吁 就是那个猎杀保护动物的不法分子 请你们赶紧主动投案自首 我们一定会宽大处理的 爱护大自然 保护环境和动植物 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事情 好在 我们刚才经过检查 两只白鸟身体健康 受伤的部位都已经结巴 能够重新适应野外生活 为了让白鸟更好地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不打算人工干涉 而是让他们回归自然 今天请各位来就是 认识记录白鸟这种传奇动物 同时见证白鸟的放生过程 大家可以尽情地给他们拍照片 拍视频 然后把他们特有的细节拍下来 因为我们待会就要把两只白鸟放生了 既然是野生动物还是让它回归自然 让它们自然繁殖 当然我们会给它们在适当的部位植入芯片 以便以后跟踪它们 掌握它们的生活地点 生活方式 要确保它们的安全 防止有人在伤害它们 还要跟踪它们 有没有繁殖后代这些 相信有了这两只 一公一母的白鸟 后续白鸟的数量会有所增加的 我们希望在若干年后 白鸟的这个种群会越来越庞大 到时候我们随处可以看见美丽的白鸟 动植物专家在那边旁边做了说明 这些记者朋友和其他的游客 显然也没有辜负这个动物专家 它们在那里卡擦卡擦地拍了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最后 见大家似乎都已经拍够了 也许是已经由惊喜转归为平静了 那个动物专家和旁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然后说道 好了 现在就在森林治安人员和各位游客的见证下 我们把两只白鸟放归大自然 因为是羊乳柳和何嫦娥的师父发现 并拯救了两只白鸟 所以现在放生也由它们来 由请羊菊和何嫦娥 羊乳柳和何嫦娥就上前一步 一个人搂着一只重达一百多斤的白鸟 把它们往前拉去 就是尽量带到桃园四合院门口空瓶边上 因为这里马上有一个坡 这里就是最高点 放在那里的话 方便它们 随时可以展翅高飞 在长枪短炮的聚焦下 何嫦娥看了一眼旁边的吴凡 吴凡没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他和羊乳柳看见了 自然心知肚明 于是他和羊乳柳 同时分别对自己搂着的白鸟说道 白鸟 你们来自大自然 大自然就是你们的家 我们人类不能自私 再怎么喜欢你们 也不能把你们困在地面上 现在就让你们回归大自然 你们在那里好好的生活 以后多繁殖一些后代 以壮大 你们这个白鸟的种群 你们走吧 走吧 说完两个人就把手松开了 并且还挥了挥手 是以白鸟可以起飞了 两只白鸟似乎也非常期待回归自然 重新在蓝天中遨游 所以他们扭头朝大家看了看 在大家摒弃宁神的注视下 他们竟然神奇地朝大家点头鞠躬 表示谢意 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 没想到这种传说灭绝的物种 竟然会如此通人性 当然让大家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只白鸟随即静止走向了吴凡 然后像人一样 双双跪在了那里 天呀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单独给这个高大个子下跪呢 很多的游客都震惊无比 但是村民和部分的记者却心知肚明 因为何嫦娥嘴里说的师父 不就是吴凡吗 也就是说 其实是吴凡和杨汝柳一起 发现了受伤的两只白鸟 而且当时的白鸟受了重伤 可能也只有吴凡 这个真正但低调的神医才能治好 如此一来 这两只通人性的白鸟向他跪下 也是可以理解的 吴凡笑了笑 分别在两只白鸟的头上摸了摸 然后挥了挥手 哗哗 两只白鸟旋即转身 来到边上 展开翅膀 凌空飞去 体重百多斤的东西 确实是属于体型巨大 特别是他们把翅膀展开后 看上去就像是庞然大雾一样在空中 当他们飞离时 又像是一朵白云随风飘走 哇 走了走了 好漂亮的白鸟 可惜就这样放他们回去了 要是把他们养起来放到动物园去 一定会最受欢迎的 是啊 可惜他们是野生的 野生的还是回归大自然好一点 他们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 好了 走了 我们也回去吧 那些记者朋友目睹着白鸟的身影越来越远 开始是兴奋 后来也略有些遗憾的议论道 虽然和白鸟只是短暂相见 但是白鸟那优雅的身姿 神奇的身份 还是让大家非常喜欢 陡然间消失 还是有一些心里不舒畅 特别是和嫦娥等四合院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处于多愁善感的年龄 加上和白鸟相处的时间长一些 自然有了感情 所以看见白鸟的身影消失后 一个个都怅然若失 何嫦娥眼眶微红 来到吴凡的身边 苦笑着说道 师父 他们走了 走了 走了好呀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有其规律 他们的家就是大自然 回归家庭去 多好呀 吴凡淡然地说道 师父 你没有一点舍不得吗 何嫦娥撅了一下嘴 吴凡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再说话 他经历了太多的人间屈辱 也承受过生离死别的痛苦 可以说什么 大风大浪的没有见过呀 已经比较淡定了 谢谢各位朋友 白鸟放飞仪式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与 另一边 周莎在主讲台上 做了一个宣布 有始有终吧 自己宣布一下 记者朋友 也好结束自己的工作 在桃园大酒店 还准备了接待午宴呢 宣布结束 就可以让他们自由活动 到时间了 就去桃园大酒店 走吧 走吧 记者们似乎也略有一些心情不爽 再也看见如此漂亮的白鸟 所以也有一些伤感 收拾着东西 默默似离开 哗哗 就在记者和游客及村民等默默无语 有些沮丧的要从四合院下去时 却突然听见中传来一阵一阵 翅膀煽动的声音 伴随着的是阵阵鸟鸣声 大家本能地抬起头看向空中 瞬间 现场就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天呀 那两个白的是不是那两只白鸟呀 怎么回来了 肯定是 像是两朵白云 正朝这边飞过来 啊 它们这么通人性吗 刚离开的地方竟然还记得 还能准确无误地飞回来 只是它们飞回来做什么呢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呀 这是因为大家赫然看见 那两只白鸟竟然飞了回来 一开始还只是看见 两朵白云式的东西 但是随着白鸟越飞越近 它们自然看清楚了 正是之前已经飞走的那两只白鸟 大家自然停下了脚步 一脸震惊地看着两只白鸟 两只白鸟静直飞向了吴凡 然后落在了它的脚下 嘴巴不停地在它身上啄着 你们怎么回来了 何嫦娥惊喜之下 上前一个手搂住一只 激动地说道 是不是舍不得离开我们 以后就常住四合院了 本来 这也是它心中的一种理想主义 在激动之下随口说出来而已 没想到的是 那两只白鸟竟然连连点头 然后也不等吴凡它们回过神来 静止走进了四合院 这一幕太让人震撼了 两只白鸟竟然像是两个舍不得离开家的孩子 自己悄悄地又回来了 马上 记者和游客们又赶紧回来 冲进了四合院 想要进一步了解这种神奇的巨鸟 白鸟进到四合院后 像是回到了家里 这里走走 那里瞧瞧 碰见有记者和游客拍照时 它们竟然还非常配合 有时候还摆上一个pause 又过了一个小时后 那几个动物专家 看着羊如柳和范水冰说道 羊菊 范总 看来这两只白鸟把这里当成家了 这样吧 反正我们已经放飞了 它们要落在哪里 生活是它们的事情 我们又没有用禁锢的手段 是吧 所以就随它们的一把 我们放飞的任务完成了 好 那就这样吧 反正它们如果要走 随时可以起飞 四合院不会有任何人拦住 如果它们不走 四合院的人也不会恶意驱赶 一切随缘吧 杨如柳非常肯定地说道 旁边的那些森林治安人员 也连连点头 显然都认同杨如柳说的话 在它们在这边说话时 那两只白鸟正在 闲庭信部地逛着四合院 几乎把整个四合院都有变了 而且还吓到湖里去洗了一个澡 它们这种不客气的神态 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在它们的身后始终有一大群人 有一大堆的照相机 两只白鸟似乎也习惯了被人欣赏 长得漂亮不就是被人看的吗 何况自己在人间还是属于珍稀动物呢 所以它们在四合院里面走来走去 并没有对人表现出害怕的感觉 看着它们潇洒自己的绝美身影 现场朋友们更加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 对它们大家赞赏 又过了半个小时 大家看已经到了快吃饭的时间 才一个个依依不舍地从四合院离去 在离开的时候 森林治安人员和那几个动物专家特异 找到了吴凡 说道 吴凡 虽然你低调 不想曝光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我们还想跟你交代一下 就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这两只白鸟 当然了 我们相信在你的照顾下 这两只白鸟 甚至生活的比在大自然更好 我们要跟你说的 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我们全力支持你 这两只白鸟 自己选择留在了四合院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你看它们现在也是跟在自然界一样的 自由自在 我们现在已经给它们植入了芯片 它们要是万一离开了 我们也能知道 还有就是如果它们繁殖了后代 也请你及时通知 我们会派人来照料 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只要你们不在它们万一飞走的时候 追究我的什么责任 我当然可以照顾好它们的 放心吧 吴凡很自然地应道 好 那就这样 感谢 我们走了 随即 森林治安人员和动物专家 就告辞离开了四合院 吴凡其实也感觉到很欣慰 这两个白雕太通人性了 在自己救了它们之后 它们竟然知道感恩 然后还要在四合院定居下来 即使已经飞走了 还突然从空中折返 看它们在四合院自由自在的样子 应该就是把这里当成它们的家了 这样也好吧 有了这两个传奇动物的加入 相信四合院会更加有吸引力 对自己农家乐的生意也更好 可以让林妙的桃园慈善 会赚更多的钱 于是他对林妙说道 老婆 你现在怀孕了 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但还是可以照顾一下 这两只白雕 给它们喂一点吃的 没问题吧 可以呀 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了 老公啊 不可能老是叫白雕白雕的吧 如果它们真不走了 你给它们取个名字吧 这样以后叫起来方便一点 林妙一脸喜悦地说道 是哦 吴凡听了之后非常赞赏地说道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那你说叫什么名字好吧 老婆 这个名字你来取吧 你觉得什么好那就什么 你说了算 嗯 林妙秀眉紧咒 仔细地想了想 说道 吴凡 你看这样好吧 那个公的就叫白王子 母的就叫白公主 怎么样 哦 白马王子 白雪公主 王子公主 注定会有完美的爱情 行 行 以后就叫他们白王子 白公主 吴凡觉得 这两个名字确实不错 随即就对旁边的几个人说道 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 这两个白雕呢 我老婆给他们取了名字 公的就叫白王子 母的就叫白公主 取王子公主之意 以后大家就这样喊他们吧 好呀 好呀 白雕有名字了 就叫白王子和白公主 旁边的几个女孩子听了之后 兴奋地叫了起来 其中有几个还马上过去拉着两个白雕说道 记住 你们是有名字的大雕了 你叫白王子 你叫白公主 就是说你们是王子和公主 这可是人间非常高贵的称呼 你们要感激吴凡两夫妻 是林妙替你取的名字 以后我们叫你们的名字时 就要答应呦 爷爷 两只白雕欢快地叫了起来 或许他们真是在为自己有了名字而高兴吧 一边叫着 一边还朝吴凡两夫妻小跑着过来 然后朝他们鞠躬 哈哈 不用客气 白王子 白公主 以后你们就是四合院的一员了 记住 不能吃我们家的鸡呀 什么的 同时要做一点事 利用你们非得高的优势 在高处保护我们四合院 发现有危险时 及时通知我们大家 并且在我们没有来得及反应时 你们可以主动攻击对我们四合院不得的人 明白吧 吴凡也开启了玩笑 一边抚摸着两只白雕 一边杀有其事地说道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刘姐 有什么事吗 见是刚分开没多久的羊乳柳打来的 吴凡顿时有一些紧张 赶紧接听 他知道 羊乳柳是陪着那些森林治安人员和动物专家下去的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应该是要陪他们吃中午饭 一般也不会打电话给自己 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去陪那些当官的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吴凡 你能不能赶紧来一趟 就在后山这里 那边的杨乳柳 急切地叫道 啊 出什么事了 吴凡身体一震 本能地经问道 从杨乳柳这个局长如此惊恐的语气来看 他就知道事情可能不小 要知道 杨乳柳好歹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局长 有一种泰山崩于眼前也不会慌乱的气质 现在却如此喊叫 真的有些事情 你越担心它会发生 它却真的发生 杨乳柳直接明了地说道 吴凡 不好了 不好了 我们四个治安人员受伤了 四个人受伤了 怎么回事啊 他在哪里受伤的 是不是李虎他们三个干的 对 是他们 我们今天有几个同事值班 去附近搜索发现了他们 但是反而被他们打伤了 而他们三个逃了 啊 你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跟踪到李虎他们三个 我就在桃园村后面山上 等我们的侦察分船赶过去的时候 他们又离奇地消失了 再也找不到 什么 赶到我们后山上来放肆了 你那几个同事怎么样啊 受伤严不严重 吴凡冷静下来 杀气肆意地问道 李虎他们三个真是找死呀 一而再地骚扰村民和游客 现在竟然直接伤害治安人员 这还了得 好在受伤不是很严重 已经拉到桃园医院治疗了 蒋院长说没问题 所以那里就不用你去了 但是怎么办啊 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作恶 而我们拿他无可奈何呀 杨如柳急切地说道 我靠 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侦察飞船 跟桃园飞船 都搜索不到他们呢 刘姐 你还在后山是吧 我现在过来 吴凡立即做出了决定 对 我还在桃园村后山这个地方 你过来就能看得到我 我会注意你的 吴凡挂了电话 马上就朝桃园后山跑了过去 刚到那里就看见了杨如柳 他正带着同事在那里勘察现场 杨如柳也马上看见了他 赶紧朝他招手 怎么回事啊 吴凡走过去再一次问道 我们有四个同事 他们是一组的 就是在山林附近巡查 以及希望发现他们三个 但是刚发现他们准备通知后方时 李虎也发现他们 竟然快速地冲了过来 然后在他们来不及开枪的时候 就把他们打伤在地 把他们枪也拿走了 啊 这么严重 他们难道也知道用枪吗 居然还把枪都抢走了 那四个同事伤在哪里啊 李虎他们三个非常厉害 上来只是各自一拳 就把他们打晕过去了 所以他们主要是内伤 外面并看不太出来 送到医院的时候 蒋院长他们通过急救 已经把他们救醒了 说只是有淤血吧 其他并没有问题 杨如柳如石说道 我靠 这么看来 李虎他们三个确实厉害 按说你的四个同事 应该也身手不错啊 竟然来不及反应 吴凡更加有一些担心了 都说有困难找治安人员 可是现在连治安人员 都自身难保 如何保护村民和游客呢 对 他们四个都说了 刚听见响声 回头时就看到李虎 他们三个扑过来了 那他们有没有看见李虎 他们三个是什么装扮啊 吴凡问道 哦 还是穿着现代人的衣服 发型也是跟现代人一样 就像是在天生书厨房 偷东西时那样 但同时依然看不清脸 他们脸上似乎涂了什么 油彩之类的东西 怎么会这样呢 吴凡还是感觉到 有些不可思议 是啊 现在怎么办 用侦查飞船 也查不到他们的行踪 而且我们的人 就算看见了他们 正面相遇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根本无法捉拿归案 杨如柳 一脸焦虑地看着吴凡 作为一个地方 治安的一把手 面对如此严重的治安问题 却束手无策 他真是着急上火呀 我去找一下你家姐妹去 看他们有没有破解之法 好 那你去吧 问一下 他们能不能破解 那李虎 他们三个那个脸上的油彩之谜 杨如柳自然是非常赞同 现在的他几乎就像是溺水的人 只要有东西 能稍微抓一下 都会毫不犹豫地伸手 好 那我现在就去 吴凡随即就回到了桃园实业公司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很奇怪 为什么识别不到他们呢 按说只要有照片就能识别到 以前那次找凤仪时 光是靠小雪的回忆画 出来的画像都能搜索到 为什么这里他们三个明明有视频录到了他们 截取他们的相片 还是不能搜索 真的很奇怪 你家老大听老吴凡的话后也是一脸疑虑 那能不能想到什么办法 再不把他们三个捉拿归案 真的会人心惶惶 他们之前已经偷了村民 劫持过游客 现在竟然还打伤了治安人员 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 要是被大部分的游客听见了 可能都会走啊 因为没有安全感 吴凡一脸期待地看着你家老大 吴凡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你家老大说 你也不用太着急 总之我们会尽全力 那就拜托你们了 看能不能把侦察分船和桃园分船改进一下 就能找到他们 嗯 对了 吴凡啊 我觉得你还是要尽量发挥空中优势 就是桃园飞船 还有旅游飞船 侦察飞船这些都升空去搜索李虎他们三个人 虽然桃园森林树林浓密 遮阴蔽日的 但是他们只要在那里走 总有时候会被飞船这些看见的 然后一直保持跟踪 再由你出马 相信就能对付了他们的 你家老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好 我待会就下去安排 吴凡随即就又来到了饭水冰的办公室 吴凡 你怎么来了 看见吴凡过来 饭水冰有些意外 我来找你一点事 对了 那些新闻媒体记者还有那些森林治安人员跟动物专家 谁在那里陪同他们呀 那边有旅游公司的张小婉 在那里 我就没有去了 我待会中午还是回四合院去吃饭去 和你们一起吃 更加自在 饭水冰笑了笑 好 冰冰姐 是这样的 现在 李虎他们三个很猖狂的 刚才有四个治安人员 在后山发现了他们 没想到的是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竟然被他们打晕过去了 现在的桃园飞船和侦察飞船 有相片也找不到他们 非常奇怪 所以 我想你把那个桃园旅游飞船全部暂时停止营业 派出去升空 靠人在高空牧师去搜索李虎他们三个 好的 那我马上安排 饭水冰说完 马上拨打了个电话给旅游公司 通知道 徐凤 你们安排下去 就是我们公司的旅游飞船 暂时停止接客 全部给桃园警局征用 由他们派人登上飞船 去搜索李虎他们三个 很快十几艘旅游飞船都已经升空 这些旅游飞船平时的作用就是让游客坐在里面 然后升空在桃园空中转几个圈 让大家高空俯瞰桃园村的美景 在空中看一个地方 可比身在其中能看见更加多的东西 所有坐过旅游飞船的游客都留下了惊叹 那就是在旅游飞船上看桃园村 完全是另一种室外桃园 不过旅游飞船它是没有什么侦查搜索功能的 就是一个旅游交通工具而已 能在空中飞 杨如柳已经在每一艘飞船上配置了三四个治安人员 让他们肉眼搜索下面树林 看能不能发现李虎他们三个 无凡从饭水冰的办公室出来后 来到公司门口 看那些到处飞的旅游飞船 心里还是抱着希望的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天时间过去了 一直到晚上 杨如柳跟他汇报说 还是没有发现李虎他们三个的任何踪影 好像又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而尼家姐妹反馈的是 暂时也没想到解决侦查飞船识别 不了 李虎他们三个脸上有彩的问题 这样一来 似乎搜索李虎 他们三个又陷入了死胡同 没有任何的进展 杨志到晚也在四合院住了下来 吃完晚饭后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杨令叶看了看一脸焦虑的儿子 说道 杨志 李虎他们三个人一定要尽快抓住啊 不然的话 桃园旅游就完了 我今天从游客身边经过 已经听见他们在议论了 说如果再发生李虎他们三个伤害游客 或者村民的事 他们就马上退票离开了 爸 我也想早点把他们抓住啊 可是派侦察飞船 桃园飞船和旅游飞船这些升空去找他们都找不到 而我们四个治安人员好不容易在搜山的时候碰见了他们 结果还没来得及反应 竟然被他们制服了 把配枪都抢走了 你说这李虎 他们三个真的是太狡猾了 杨令叶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吴凡说道 吴凡 这件事看来还得需要你出面 我觉得吧 你要组织小雪 尼家姐妹 还有月娇和雷神这些真正的高手去搜山 只有他们去 才能在碰见李虎他们三个时把他们制服 要是其他人 估计就算看见了他们也会和今天受伤的四个治安人员一样 人没有抓着 自己还被对方教训了 哎 爷爷 我知道 我已经通知了尼家姐妹和小雪 随时等我的命令出发 我的意思 就是要等侦察飞船 他们跟踪到了李虎他们三个 我们才马上坐飞船赶过去抓住他们 要不然我们几个去搜山 也有一点大海捞针的意思 你觉得呢 也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们几个就随时待命吧 杨志 你跟刘柳要通知你们下面的同事 就是在搜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还有尽量用飞船这些在空中搜索 如果搜索到了目标 一定要马上通知吴凡他们 由他们亲自去出发去抓人 或者你们直接在飞船上向下面开枪 还不要轻易地接近他们 杨令叶略有一些担心地叮嘱儿子 好的 我知道了 吧 杨志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旁边的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 主持人第一个播报的新闻 就是说 特大新闻 据桃园新闻公司发言人报道 在桃园村发现了 已经灭绝100多年的大白鸟 被发现的白鸟 是一公一亩两只成年白鸟 体重在100斤左右 今天上午 在桃园村举行了白鸟的放生仪式 动物专家现场鉴定 并且检查了白鸟的身体 确认伤势痊愈 适合放规自然 现在就欣赏一段现场制作的报道 紧接着 屏幕上就出现了四合院 还有一对漂亮的大白鸟 看到这个新闻 大家都稍微开心了一点 记者在编发报道时 有一剪辑掉了 吴凡的身影 所以能看见白鸟 跟着别人在一起 不舍得离开的温馨画面 让人看了非常感慨 这个报道持续了10分钟 可见电视台是把它当成重点事件来报道的 紧接着 电视台又报道了另一个新闻 今天 在桃园村体育馆 举行了桃园影业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 由桃园实业公司 新闻发言人周沙主持 著名年轻导演 曾经导演 打工三部曲的任人侠 担任桃园影业公司的经理 负责公司的运营 任导演透露 公司成立之后 首先将开拍桃园三部曲 由桃园巨变 城市大事迹 煽动奇遇组成 之后还将开拍最红网络小说 出轨女人改编的电影 现在 请大家回顾一下发布会的现场 马上 屏幕上就出现了 在桃园村体育馆门口举行的发布会的一幕 大家似乎都忘记了之前的不快 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新闻报道来 播放完国内新闻后 自然就是国际新闻 主持人说道 刚收到一则突发新闻 一国利用无人机 定点清除了M国的一个重要人物 此人坐在防弹车上 由数量同款保镖车护送 突然无人机从天而降 精准撞击重要人物所在的车辆 车辆瞬间被炸成粉碎 车上三个人被炸成肉碎 现场惨不忍睹 坐在吴凡旁边看电视的 林妙突发奇想地说道 对了 老公 你看既然无人机那么厉害 能从空中发现目标 并且主动俯冲 在发生自杀时爆炸 让目标人物没明白 怎么回事就被炸死了 那么可不可以让你家姐妹 也生产出这种无人机呢 让吴和鸡去识别李虎 他们三个 然后也直接把他们炸死算了 咦 对啊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杨志听了之后 似乎如梦初醒一般惊喜的叫道 吴凡也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可以啊 你看 你家姐妹生产的 送餐无人机多么先进呀 应该也能生产出 这种自杀是无人机 只要你家姐妹生产出 这样的无人机 就算不能用飞船 凭相片识别李虎他们三个 也可以采取封山措施 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进山 然后只要在山里发现有人 就当他是李虎他们三个 然后就用无人机发动攻击 那你赶紧找你家姐妹几个研制呀 林妙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他也不想天天看见自己的老公 为了李虎他们发愁 你家姐妹几个正在那边玩呢 于是吴凡直接走过去了 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一下 可以 这个可以 我相信我们的技术比异国的高 生产的无人机比他们的还要先进 一乍一个准 这样吧 那我们马上下去研究 争取明天早上就有样品出来 你家老大听了吴凡的话后 非常自信地说道 好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啊 但愿这次能取得成功 吴凡回到这边后 跟杨如柳和杨志会抱了你家老大的表态 杨志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这样那就太好了 不过在没有击杀他们三个之前 我们还是要高度警惕 这样吧 我再去桃园警局去布置一下今天晚上的防守 一定不能让他们再进到村里来害人了 好 你去吧 注意安全啊 柳柳 你们两个都要注意安全 杨令叶叮嘱了一句 吴凡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他们 于是就和他们一起从四合院出来 下山来到了桃园警局 一路上 吴凡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因为他看得出来 可能就是因为李虎他们三个危害村民和游客的消息传出来了 所以原本是游人如知的桃园夜晚 现在竟然看不见几个游客 村民也基本上没出来 再不把李虎他们三个抓住 恐怕就真的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声誉影响 游客去一个地方玩 最在乎的就是安全 而村民的安居乐业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把杨志妇女送到警局后 吴凡有些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四合院 不过刚到四合院门口时 他的心情马上就变好了 因为他看见林妙正带着两个大白雕在门口玩 老婆 你怎么在外面玩啊 不怕不安全吗 吴凡进前 本能地问道 在门口怕什么 这里还有治安人员在站岗呢 林妙指了指门口那两个值班的治安人员 那倒也是啊 对了 这两只大白雕现在好喜欢你 老是跟着你 是哦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不管走到哪里 他们都跟着我 我去慈善会办公室办公室 他们也一直在门口等 别人逗他们时也会跟别人玩 但是就不会跟着别人走 林妙一脸开心 哈哈 那太好了 应该就是他们把你当成主人了 因为现在主要是你在喂他们 有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给他们取了名字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主人 对不对 白公主 白王子 林妙一边说着 一边分别在两只大白雕头上 摸了一下 没想到他的无意之举 竟引来两只大白雕连连点头 哈哈 那太好了 这两个大白雕 说不定还能保护你呢 因为那天小玉老师都说了 白雕生性凶猛 而且你看他体重100斤左右 就是一般的歹徒要对付你 他们可能都会上去 把他们着死去 吴凡笑道 是啊 小玉老师也说了 以他们这种凶猛的个性 和高大的体型 一般的人在面对他们时 可能都没办法对付 反而会被他们打伤 你想一下吧 有的白鹅才十来斤的 他去着人的话 好多人都没办法对付他 只能落荒而逃 林妙复合道 对 那就这样啊 白公主 白王子 你们就好好的陪着我老婆啊 要照顾好他 在有人要害他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出面保护他 记住 吴凡也是随意地说了一句 然后就走进了四合院 虽然心中 老是惦记着李虎他们三个 但是终究还是要睡觉的 所以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 吴凡和林妙也就上床睡觉了 还真别说 就像林妙所说的那样 在他们进房间之后 白公主和白王子 竟然站在他们的房门口 一左一右 就像两个哨兵一样的 第二天的早上 吴凡起来后 赶紧打电话给了杨如柳 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 柳姐 昨天晚上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我们巡查的人没有任何发现 到现在为止 再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报警 相信应该是过了一个平安之夜 杨如柳松了一口气说道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吴凡也是明显地放松了一点 挂了电话之后 她走出房间 刚好看见了妈妈孟江美 就问道 妈 怎么没看见林妙呢 她去哪里去了 哦 她说怀孕了 但是也要注意身体 所以去外面做适当的锻炼去了 应该是去慢跑去了吧 孟江美说道 对了 那两个白雕跟着她一起去的 是吧 那就随她吧 反正应该也没什么危险 四合院里有猛虎护卫 还有治安人员 一般的坏人也不敢到这里来了 吴凡笑了笑说道 刚好吴飞龙跑过来了 吴凡就直接一把抱起来说道 小飞龙 走 爸爸带你去看岑爷爷他们 打太极拳去 杨林叶和和成功都还有早起沉练的习惯 正在四合院的一脚练太极拳 吴凡就抱着小朋友过去 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 哗哗 就在这时 突然头顶响起一阵翅膀煽动的声音 大家赶紧抬头看去 吴凡心中咯噔了一下 暗叫不好 原来飞过来的竟然是大白雕中的一只 白王子 吴凡之所以心中略有些感觉到不安 是因为这两个大白雕不是跟着李妙出去了吗 而且大白雕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一样 两只都是形影不离的 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只飞了回来呢 果然 那个大白雕白王子降落下之后 直接着着吴凡的衣服 就把他往外面拉 他马上明白过来 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 赶紧把小飞龙放下来交给旁边的 黄飞虎的妈妈 然后说道 走 白王子 我们走 白王子听了 立即展翅高飞在前面带路 而吴凡就在下面朝着他 飞去的方向跑了过去 小吴哥哥 你去做什么 就在这时 小雪爷起床从房间走出来 还在穿着外套 看见吴凡那么急着跑 就问了一句 哦 我有事 吴凡只来得及 因这一句 没时间解释了 我没有事 我有时间 我跟你一起去 小雪很兴奋地跟着吴凡就跑了过去 管他答不答应呢 吴凡当然不会阻止 桃园学校反正又不用上早自习 小雪的时间确实完全由他自由支配 而且由他跟着去 吴凡也觉得更加放心 远远地就看见了另一只白雕 也就是白公主 在空中飞来飞去 眼睛一直在这边张望 似乎他在焦急地等着白王子回来 看见他回来了 赶紧向前飞了过来 两只白雕会合之后 马上就降落下来 而这时 吴凡和小雪也已经跑了过来 啊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吴凡跑过来之后 大惊失色地叫道 因为他赫然看见林妙天 躺在一个山沟里面 一动不动 在叫了没反应后 吴凡像疯了一般地冲了下去 完全不顾那些树木杂草的阻挡 当然了 此时此刻的吴凡 已经是杀气暴力 真正的佛党杀佛 神祖杀神了 林妙已经是他的一切 何况肚子里还有自己的孩子呢 吴凡一直都认为 只要对方对你好 那就一定要珍惜对方 哪怕为他付出生命都是值得的 那些悲口粗的树木 在杀神一般的吴凡面前 竟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被他的血肉之躯撞击之后 大部分都拦腰折断 小雪也已经看见了林妙躺在下面 因此他紧跟着吴凡 如风一般快速地冲了下去 两个人在有些紧张且慌乱的同时 都把功力提升到了五成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竟然有人敢对林妙下杀手 他们两个的杀气 当然是最高的时候 老婆 老婆 你怎么样啊 吴凡跌跌撞撞冲下去 扑倒在林妙身边 一边把脉 一边急切地喊道 还好 就在这时林妙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而吴凡也同时松了一口气 因为通过把脉 能感觉到林妙并没有受到重创 啊 老公 小雪 你们怎么来了 林妙看了看四周 然后有些不安地说道 我出来跑步 可能是脚踩空了 在那上面一滑 然后就摔下来了 老公 你给我看一下我们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啊 哦 还好 没事 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吴凡听了里面的话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之前还担心是李虎他们三个下手的呢 但是同时他也不免担心地说道 老婆 你怎么会突然摔跤呢 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吧 脚下踩空了 你怎么找来了 林妙听说没事实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刚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知道自己并没有受伤 但却最担心肚子里的孩子 那可是和吴凡的爱情结晶呀 两只白鸟太通人性了 他们应该是在目睹你摔跤 且没有醒来后 白公主在这里保护你 而白王子回到四合院找我 我当时心里急死了 以为是李虎他们伤了你呢 啊 是白王子去找你的 哇 真的谢谢你们啊 林妙轻轻地摸了摸 旁边的那个大公鸟 对呀 他们真的通人性的 肯定是看你摔跤了 之后一只在天上飞 照顾着你 另外一只就直接回四合院去找我了 要不是他去找我 估计你还要在地下昏睡很久呢 吴凡看着两只白鸟 也是非常感慨 看来 那天自己和杨如柳救了他们两个命 他们确实懂得感恩 这也就是善友善报吧 谢谢 谢谢你们了啊 白公主 白王子 谢谢你们俩照顾我 林妙再一次感激地抚摸着两只白鸟 是要谢谢他们 他们俩就像你的保镖一样了 不过 老婆啊 以后你还是尽量不要离开四合院吧 我看你是因为怀孕了 所以有时可能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 幸好这次没事 而且有白公主守护 白王子通知我们 以后要特别小心 我知道了 会注意的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林妙一 脸柔情地看着吴凡 哈哈 我们可是夫妻 就不要说客气话了 照顾你也就是照顾我 那行 我们回去吧 回去之后 好好地犒劳一下白王子和白公主 好 走 我们回去 林妙朝两只大白鸟挥了挥手 走 回去 吴凡朝小雪眨了一下眼 没事吧 林妙 你没事吧 出什么事了 杨立叶他们已经停止练太极拳 都到门口来等着吴凡回来 见林妙是走着回来的 他们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之前看见白鸟一场举动 拉着吴凡出去了 他们心里担心得要死 后面还看小雪也冲出去了 以为是碰见了李虎他们三个呢 吴凡赶紧解释了一下 没事 就是我老婆她去跑步 结果没看清楚路 一脚踩空摔到路沟里去了 当时晕过去了 幸好没有受大伤 肚子的孩子也没事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 这样啊 我们还担心是碰见李虎他们三个呢 不过摔跤 也是件麻烦的事情 林妙 以后要注意点哦 杨灵夜笑着叮嘱了一句 嗯 爷爷 我会注意的 不会再让你们担心的哈 林妙笑着答道 那就好 杨灵夜点了点头 又看了一眼那两只大白鸟 由衷地说道 林妙 这两只白鸟真的养得不错啊 像你的护法神兽一样 在你出事时就知道飞过来找吴凡 厉害 真厉害 其他的人也都像两只大白鸟 竖起了大拇指 小雪有些骄傲地说道 那当然了 凡是能够跟我们小吴哥哥认识的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是有不同反响的功能呢 你看这两只大白鸟如此通人性吧 那四只老虎不一样吗 都是老天爷安排来为 我们小吴哥哥服务的 没错 没错 我们要善待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 和每一个动物 或者每一件事情 吴凡点了点头 心善一定会有好报的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刘姐 又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说昨天晚上一切平安吗 见是杨如柳打过来了 吴凡接听时 同样的身体一震 很是不安 马上就想到了 李虎他们三个 不好了 不好了 小评书家出事了 小林不见了 不见了 那边的杨如柳 急切地说道 啊 什么 小评书 小评书家出事 出什么事了 你赶紧说啊 吴凡本能的明显 加大了音量 急切地问道 刚才有村民 从小评书家经过 看见他们家 一直都没开门 感觉到反常 就去敲门打喊 结果一直没人应 于是就推开门去看 结果看见 小评书跟那个他老婆 倒在地下 被人捆住了 动弹不得 于是赶紧 把他们身上绳索解开 把嘴里塞的东西 取掉之后 他们就说 李小林不见了 小林不见了 啊 是不是李虎 他们三个干的 吴凡忍不住吼了一句 应该是吧 但是 小平叔叔和他老婆 周子若两个人都说 根本没看清楚来人 就是感觉到脑后 一阵风吹起 然后没有明白 怎么回事时 就晕过去了 怎么会这样 刘姐 你在哪里 吴凡说话的语气 已经暗含杀气 如果真查明 是李虎他们干的 真是他们 把李小林掳走了 吴凡一定要杀了他们的 我在小平叔家里呢 正在勘察现场 你这样的 马上安排一台室内 恢复神器放那里 我要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马上下来 好 吴凡 你快点啊 吴凡挂了电话 对林妙和小雪等人说道 爷爷 老婆 小雪 你们就进四合院去吧 小平叔家出事了 我要马上过去 对了 小雪 你这段时间只要在家里 就要多注意一下 李虎他们三个 可能随时会到处偷东西的 放心吧 小吴哥哥 有我在 任何人别想在四合院里撒野 否则我直接灭掉他 倒是你在外面 要小心点啊 小雪笑嘻嘻地说道 林妙也几乎同时叮嘱了一句 老公 李虎他们三个心狠手辣 且功夫非常高 不是一般人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嗯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会见机行事的 吴凡随即来到了四合院的旁边 朝着后山大叫了三声 四虎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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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两分钟 四头猛虎就呼啸而来 他们实在是太高大威猛了 这一路冲过来 除了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外 感觉到地皮都在颤抖 你们跟我下去 看一下能不能闻到气味 找到李虎他们三个畜生 吴凡简单地说了一句 然后跳上了虎大的背 拍了他一下虎大脑袋 绿大得到指令 煞是激动 纵身一跃 飞扑而去 其他三只猛虎也赶紧跟在他们后面 飞驰而下 因为这个时候游客可能真的害怕了 所以没有多少游客出门 村民呢 同样的都待在家里了 因此这个时候 桃园村的路上并没有多少人 再加上前两天 吴凡已经骑着四只老虎 去寻找那三个失踪的 与世三姐妹 很多游客看见过四头猛虎了 所以这一次哪怕路上 有人看见四头猛虎 都不会过于害怕 吴凡很快就来到了李小平的家里 门口停招数辆警车 大量的治安人员在那里进进出出 刘姐 有没有去找小林啊 吴凡直接问到 在那里只会勘察现场的杨如柳 已经去找了 我们接到报警之后 马上第一时间派了侦察飞船过来 然后找小平书要了小林的电话号码和照片 已经升空去搜索了 好 吴凡点头道 有小林的手机和相片 相信要找到他应该不难 但是侦察飞船要找李虎他们 却一直都没有办到 于是吴凡对虎大他们说道 你们仔细问一下 看一下在小平叔叔和婶婶身上 有没有陌生人的气味 如果有的话 追着这个陌生人的气味 去外面找他们 四只老虎马上分别在李小平 和他老婆周子若的身上 闻了一闻 不过现场 所有充满期望的人 很快就失望了 因为四只老虎分别都摇了摇头 表示并没闻出来 什么陌生人的气味 这就奇怪了 无凡嘀咕道 但凡人的话 只要紧张就会出汗 一出汗就会有气味分泌出来 就算人走了 这个气味也会留存在空气中 达半个小时以上 为什么连虎大他们 都闻不出来陌生人的气味呢 而且我的嗅觉也很灵敏的 我也没有闻到 太奇怪了 那就是说 还是只望不了四虎兄弟 去帮我们找李虎他们三个了 林妙一脸焦虑 只望不上 他们主要是靠气味找人的 吴凡摇头叹息了一声 然后就挥挥手对虎大说道 好了 你们四个先回去吧 虎大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就转身离去 快速消失 叮铃铃 叮铃铃 就在这时 杨如柳的手机响了起来 什么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杨如柳接听电话之后 脸色变得惨白 身体不停地晃动 说话都是结结巴巴了 吴凡赶紧伸出一只手 搂着他的肩 怕他倒地 同时轻声问道 刘姐 怎么回事 杨如柳看了一眼 在那边一直哭泣的 李小平夫妇 然后在吴凡耳边 小声地说道 李小玲找到了 但是被强奸了 而且死 死了 死了 吴凡听了之后 顿时眼睛瞪得大大的 同时头发根根竖起 一股滔天杀气 瞬间弥漫在整个的房间 他之前还一直抱有期望 就是希望李小玲 也像昨天被掳走的 两个女游客 一样正好来大救妈 这样一来就算是 李虎他们掳去了 也不会强奸他 否则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 落入畜生手中 怎么可能保持纯洁之身呢 没想到 希望完全顾灭了 而且李小玲不仅被三个人强奸了 竟然还杀死了 是啊 死了 吴凡 我怎么跟小平叔说呢 小玲只是失踪 他们就哭得那么伤心 要是知道他死了 他们该如何面对 杨如柳一脸焦虑地说道 长痛不如短痛 既然你那边的同事能确认小玲出事了 就直接跟他们说吧 吴凡由于片刻后做出了决定 好 我跟他们说吧 杨如柳说过多来到了李小平夫妇身边 一脸痛苦地说道 小平叔 我知道你们很担心小玲出事 可我还是不得不说出来了 你们节哀顺变 小玲被人杀死了 啊 啊 李小平夫妇听了后身体一震 瞪大眼睛看着杨如柳 似乎还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片刻后 李小平双手抓着杨如柳的胳膊 使劲地晃动 同时说道 你说什么 小玲他被人杀死了 是的 小平叔 对不起 是我们治安不利 让你们被打晕 让小玲被掳走并遇害 杨如柳心情沉重地说道 同时朝两个人鞠躬 李小平松开了手 愣了一会 然后痛哭起来 小玲啊 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出生没多久 你妈就嫌平爱妇离开了 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 你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 受尽了屈辱 还好吴凡带领村民致富 可是刚过上好日子没半年 你 你就出了这种事情 我们可怎么活啊 我们就你一个女儿呀 呜呜 周子若似乎伤心过度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直在泪如雨下 听见李小平哭喊的声音 大家都心里一酸 忍不住泪流满面 吴凡听了之后 心里也是非常难受 如刀在割 但是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于是对赶过来的村长 刘天生等人说道 天生书 你们在这里陪一下 小平叔和婶婶 安慰一下他们 特别要注意 他们不要伤心过度 而做出一些事情 我和刘姐去发现 小玲的现场看一看 好 吴凡 你一定要把李虎他们三个抓住 抓住之后 要像曾经被他们 掳去过的两个女游客的 说的那样 一定要把他们淹掉 然后碎尸万段 刘天生老泪纵横 咬牙切齿地说道 放心 一定不会让他们好死 吴凡说完之后 马上和杨如柳上了一艘 赶来接应的侦察飞船 搜的一声 侦察飞船马上升空 然后不到两分钟 就降落在了一个山林里面 那里已经停有一艘侦察飞船 而且有大批的治安人员在警戒 手中的枪都是对着四周 随时防备有人偷袭 杨菊 吴凡 你们来了 李小林好惨 死得好惨 一个治安人员过来迎接吴凡他们 泪流满面地说道 李小林是桃园村的村民 是吴凡的同学 而且曾经还和吴凡关系很好 也是第一个在外面打工后 回来投奔吴凡的 回来后一直在公司担任会计 所以对于李小林出事 吴凡是很伤心的 同时也是非常的愤怒 此时此刻的他正是杀气滔天的时候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李虎三个畜生 我一定要把他们抓住 然后把他们凌迟处死 去看看 吴凡 说不定你能把他救活呢 杨如柳安慰吴凡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拉着他往停放 李小林尸体的地方走过去 旁边那个治安人员没有说话 只是在不停地抹眼泪 其实他心里在想的 哪怕吴凡你是神医 这个李小林恐怕都难以再活过来了 啊 怎么会这样 吴凡和杨如柳走过去之后 忍不住同时惊叫了一句 因为他们赫然看见李小林真的已经死了 吴凡就算有通天医术 也无能为力 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一个人就能看出问题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人 李小林的身体被撕裂了 他被人直接硬生生地撕开成两半 从两条腿交接的地方 明显对称撕裂 里面的内脏都涌了出来 而他的上半身虽然还比较完整 但却到处都是伤痕 雪白的肌肤上都是一条一条的抓痕 同时 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似乎在瞪着几个侵犯好的恶人 杨如柳摇了摇头 完全没了刚才的想法 知道已经是回天无力了 唉 吴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无力地蹲在地下 同时猛地一拳砸在了右边的一棵树上 咔嚓 一声 那棵树阴生而断 杨如柳也忍不住哭了个稀里哗啦的 以他这个局长的经验来看 别说是吴凡了 就是神仙来了 也就不活李小林了 一个花季女人 连男朋友都还没有 竟然被三个畜生糟蹋 而且还如此残忍地杀死 这是人间最大的惨剧 旁边的治安人员见最具传奇的吴凡和局长都如此失态 也是一个个悲痛男人 无法言语 就在这时 杨志和一些刑侦专家接到报告后 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看见这么悲惨的一幕 这个老持稳重的县局局长 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 被对方活生生地折磨至死 最后还把她的身体撕裂 实在是闻所未闻啊 你们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为小林报仇 不把李虎门三个抓住 我就不离开这个树林 吴凡像是发誓一般地说道 可是 吴凡 这树林那么大 你在这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它们 如何是好 杨志一脸无奈地说道 善恶中有报 李虎他们如此灭绝人性 相信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一定会给我们指引方向 你们继续派侦察飞船 跟桃园飞船 及旅游飞船在空中搜索 然后去问一下你家姐妹 那个无人机研制得怎么样了 我回去再把四虎召唤回来 骑着她们在这山里面转 就是转个昏天黑地 不把她们抓到我就试不出山 吴凡说完这句后 毅然决然地转身 朝侦察飞船走去 示意侦察飞船 把她送到四合院去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